大家好,我们今天花一点点的时间 告诉大家如何在Gihub上建一个简洁的这么一个blog 那么之前我们用高级搜索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吧 在Leadme里面搜索blog easily start 然后呢,这个start数呢,又要大于5000的 那我们很容易的找到了Jekko Now这样一个工程,对吧 Jekko Now这个工程 那么点进去看了之后呢,发现确实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搭什么特殊的环境 然后呢,简简单的一二三步呢 就可以把一个个人的blog站点给建出来了 第一步呢,就是基于当前的这个Jekko Now这个工程呢 Fork一个到个人的空间里面去 Fork一个Yaml 第二个呢,就是把我们的配置文件呢 就是设置起来 就是有一个config.yaml的文件做一个设置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 新增一个blog的文件 这个地方可以通过添加文件的方式呢 不断的新增blog的内容 那我们演示一下 这边第一步骤是先fork 那么这个unit heading呢,是我的这个个人的用户名 剩下的这个development links呢,是个组织名称 Gitrunner也是个组织名称 还有个Gitgarden 就是说这个Gitgarden还没有blog 其他的都已经有了 所以我现在毫无疑问 只能选这个了 我不想再去新建organization了 所以我就把Gitgarden的这个作为演示 为这个Gitgarden建立一个blog 先把它fork到Gitgarden这个空间里面去 好,fork完毕之后呢 工程名称不能叫Gitgarden要改 那么在这个settings里面 repository name呢要改成什么呢 之前它告诉我们的 是改成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organization的名称 或者是个人的username 那后面这个必须得写上 就这样 然后rename一下 好,rename完毕 我们就来改这个配置文件 configyaml 为了简单起见 那咱们这个地方 把name改一下就可以了 做个演示吧 这后面下面的这个内容 结合自己的情况 自己建那个blog的时候 然后呢去调整 这边不做演示 那这个配置文件更新完毕之后呢 我们到这个code里面去 可以有几种方式吧 一种呢就是说posts里面呢 直接修改 这个hello world的这个md 对吧 还有一种就是 也可以增加create new file 它是有格式要求的 这边日期 这个日期写着呢 到时候blog展示的时候呢 可以知道这个内容 是几月几号写的 所以这个日期呢 最好写成是有效的 应该要写成有效的 然后呢 后面这个内容呢 是作为标题来用的 那我们取个 这个地方要留意 一定要以md markdown的这个 这个md是文件格式嘛 是markdown的文件的后缀 这个地方要写上 然后里面就是markdown的文件的格式 对吧 简单一点吧 好 那我们一起学get 这样 然后就提交 这个message采用默认的了 好 提交完毕呢 咱们的这个域名嘛 应该也记得住啊 如果懒得去输了 就这边点一下链接 我们看一下效果 那么Gihaba后台呢 我估计这个运行的任务比较多 所以我们更新的东西呢 不可能马上呈现出来 我们要稍微用一点点的时间 等待一下 刚才呢 我们呢 这个Yama文件里面 把这个内容 本来是yourname的 我们改成getgarden 就根据我们这些 这个它已经是起作用了 那剩下的呢 我们还增加了一个文件 对不对 2018年12月24号的这个blog 那这边还没有展示出来 我们要稍等片刻 已经出来了 其实整体来讲呢 就是说这个blog的搭建设 真的是非常简洁的 非常简单 然后呢 整个的这个blog的风格呢 也很清晰 比较舒服的 个人还是推荐 可以尝试一下吧 特别是 它是放在GitHub上面的 如果我们养成一种习惯 对吧 经常在上面 记录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成长的历程 没准过了几年 沉淀之后呢 很可能就是 把这个blog整理整理呢 都有可能都可以开庄囊了呢 对吧 好 欢迎大家尝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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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